中华电信与中华电信 经济会启动科技为善 数位赋能生态系 20年来 携手推动了偏乡 权灵 经济 与生活面向的数位赋能 从教育 做事到医疗 中华电信往往相连 串起台湾这个大家庭的爱 参与科技为善 数位赋能生态系的伙伴 台东军医实验中学 严长寿董事长表示 中华电信弥评成像的差距 台东的孩子 可以跟矽谷科学家 澳洲的小朋友一起学习 成就了网路 让教育无国界 城乡的差距变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挑战 那么科技其实可以 让它局部的改变它的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科技的话 那可以让它有更大的落差 科技对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它一方面可能让人 从坏的方面去学到很多 不需要的知识 或者是各种的诱惑人的方向 可是另外一方面 科技却是一个改变偏向 让人类重新的学习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感谢中华电信 长期推动数位医疗的 台中荣民总医院 陈世安院长 更应用了中华电信的 网路高频宽 要让每分每秒 都成为救人的黄金时间 非常的感谢 中华电信你们的团队 尤其是州区的团队 非常的精心尽力 让我这一年半你们 跟中华电信的医疗专案 的协助之下 来提升我们中部地区 我们台湾地区的民众 经过这一种远居医疗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辅任大学早早就在学校的资讯室 用中华电信的网路 拉起半年好读的大学生 陪伴小学生的线 见证中华电信 超强的频宽 与应用 在良善的偏向教育中 吕慈涵主任一路走来 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感动 我们正在开启这一条 从零岁到99岁的远距陪伴 再一次的感谢中华电信 感谢各位工艺经的前辈 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我们大学跟中华电信 愿意吸走大家一起做台湾的家人 另外像是淡江大学市障资源中心 与中华电信开发各种软体 让市障者也能善用网路 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 以目前台东县南回健康 促进关怀服务协会 张晓云总干事 提到小朋友用网路学习 看到世界的发展 台西郁金烘焙方店长黄玉婷 海味美食 透过中华电信的网路平台 销售到更多的地方 数位赋能生态系伙伴 各自在不同领域上 应用中华电信的网路频宽 让好事越做越宽 中华电信公司董事长谢继帽表示 多元面向的数位赋能应用 促使中华电信 以高速网路打造科技为善的台湾 三二一 数位赋能生态系战略启动 共和电信身为台湾电信 同品牌深根5G的技术 一起投入研发创新 致力成为智慧生活领导者 以及世卫经济的赋能者 品质地永远走在最前面的精神 致力协助各项科技的发展 与台湾一起努力走向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掌声鼓励 跨界邀请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共同努力 然后为我们偏向后为我们的弱势族群 给他们在各方面上面的赋能 包括经济也好 学习 权宁 或者是生活上的各方面的赋能 才可以做得到 才可以真正做到减少数位落差 科技为善 数位赋能生态系 将以协助多元族群共融 引导社会正向发展 共创永续发展未来 将数倍成长 辅助生态系伙伴 我们期望会不断的来复制成功的模式 希望把受益的人次来倍增 也希望做到 我们做到协助多元族群的共融 引导社会正向发展 然后我们希望共创永续发展的未来 所以很多人可以加入 对 欢迎越多人越好 不同领域 我们需要不同面向的人参加 中海电信公司董事长谢继茂表示 科技为善 数位赋能生态系 将生生不息越做越大 只要有需要中华电信的团体 都可以联络中华电信在地的营运处 串起更多善循环的珍珠 用网络创造共好 让科技更有温度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